耳環這件事 買多一點都不怕 超漂亮的 大家好 我是Katelyn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想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就是耳環的分享 因為開了頻道也有兩年多的時間 當中也有跟大家做過一些耳環 手飾的開箱 老實說 當時分享的數量不太多 因為始終大家都不會一下子買幾十對耳環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做一個更新的版本 也很感謝最近有些品牌送了一些食物給我 讓我可以做這個分享 雖然他們送了一些贊助的PR gift給我 但這條影片是沒有收費的 意味著其實不是一條廣告片 大家可以安心服用 然後這條影片也會有一個giveaway的活動 如果大家想參加的話 就記得看完整條影片吧 好 首先 第一個想跟大家分享的品牌 它叫做Lion Mango 它是一個台灣的品牌 話說我自己也挺喜歡看一些台灣youtuber 又或者是model 我覺得他們真的很懂得打扮 其中一位我經常留意的台灣model 它叫做平平 它是一個很漂亮的model 我身上一種很乾淨很優雅的感覺 我也是很喜歡的 所以我也會經常在youtube或者IG 留意它平時穿什麼用什麼的 其中發現它有些食物都是來自Lion Mango 所以我一收到它們的食物 我真的非常開心 而因為時間關係 我已經把部分的食物都帶了上身了 第一樣想介紹它們925的一些食物 925的銀就比較沒有那麼容易敏感 所以很多人在選擇耳環的時候 都會很著重那條針是否925 而這個系列全部都是925的銀 所以它們的單價就會比較貴 但我覺得它們的質素來說 真的非常好 我收到之後真的會極想每天帶出街 這些簡單得來 有非常百搭的款式 首先我會先介紹這隻的戒指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銀色戒指 它會有少少的厚度 是一個比較基本的戒指 我自己也挺喜歡戴它 因為首先它存在感也有在 但不會很誇張的 所以這輪很喜歡走簡約風的我 我都很喜歡戴這個戒指 唯一對於我來說比較可惜一點的 它就是對於我來說有一點鬆 這個最近也挺喜歡戴出街的 它們真的極有心 你看看那盒多漂亮 完全是不會捨得丟的那種 第二樣想跟大家說的 就是這條項鏈 這條項鏈其實是比較簡約的感覺 你會看到它是有少少紋路在這裡 有少少凹進去的中間 我覺得這個款式也挺白搭 而且是日常的 不同顏色的衣服也可以輕易搭配 所以我這一輪都很喜歡戴這條項鏈 第三樣就是這個耳環 這個款式很適合大家平時上班 逐班的時候很想戴少少的衣服 這個耳環也是不錯的選擇 戴上去真的不太覺得自己戴了耳環 所以我自己也挺喜歡這一對 比較日常一點的耳環 我們現在就去到金色的部分了 Line Mango這間店 其實我覺得大部分的飾物 金色的部分比較多些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金色類的飾品 比較多的話 也很鼓勵大家去那裡選購 因為真的非常多款 反而銀色就比較少一點 而我收到最喜歡的這個款式 就是這樣的 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款式 你會看到它有些花花的裝飾 又會有些珍珠 整個就是一個非常有存在感的耳環 只是戴一邊已經非常顯眼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耳環真的極適合拍照 真的很漂亮 戴上去之後 你會感覺到整個人打扮的層次 再升級了 真的很喜歡這個耳環 所以大家如果和我一樣 喜歡扮斯文 喜歡一些比較斯文的款式的話 這個是斯文得來有華麗的選擇 所以我也挺推薦大家買這個款式 然後又是一些花花的款式 就是這個三… 三星連珠 三朵花花的耳環 這個 遠看 其實你完全看不出它是花 近看才發現 原來它有三朵花花連珠 也是一個比較女性的選擇 所以就到了我今次最愛的款式 就是這個星星耳環 這個款式我之前 看一個很喜歡的台灣Youtuber 叫Genie 其實她也有介紹過 而且她的石頭也真的挺閃 所以很漂亮 這個耳環的確是比較適合聖誕人節 那時候才打的 但是我自己覺得她那個漂亮的程度 真的可以大家入定手 可能你有時候派對都用得著 競爭字的星星 那經過了花花和星星之後 然後就到了深深 那深深呢 今次就有這一對的深深耳環 可能這個大家想像一下 耳環開始有點痛 這一對又是非常存在感十足的耳環 都是試給大家看的 我自己覺得戴這個耳環 你一定要翹起頭髮 或者摘高一個雞 那出來的耳環的突出感 是100分的 而且就會比較營造出 一個更可愛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喜歡這個耳環 都會建議大家摘起頭髮 那就是這樣 這一對其實是會做Giveaway的 放心不是這一對 是一對新的耳環 那待會我就會講詳情 我最近發現自己很喜歡深深 這裡有一對深深 首先是半邊的深深 然後另外半邊的深深 還有一個有針的深深 先塞進去 這一邊的深深 其實是有個洞的 然後再加上耳環塞 這個也是一個非常特別的耳環 之前經過大小的耳環抱 其實都沒有見過這個設計 其實現在這個頭髮很適合這個耳環 就是翹起一邊的頭髮 然後露了旁邊的這個位置 有一個深深 就覺得非常之特別 不過如果要講的缺點就是 這個會比較重一點 所以大家如果對重量這個問題 是非常之關心的話 這一對就可能未必適合你了 之後身形完了就對這一對 這一對就是今天另外一對 要Giveaway的耳環 它就是偏向簡約封的耳環 就不像剛才那些 那麼偏向誇張一點的款式 我自己除了剛才那些 比較誇張一點的風格之外 都很喜歡這些簡約封的 就是耳環這件事 買多一點都不怕 這一對我自己真的很喜歡很喜歡 這一對我之後 如果不用戴口罩的話 應該會常常戴出去的 因為現在戴口罩的話 可能會有少少麻煩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買完回來就覺得我不會介紹錯了 還有一對這樣的 這樣的耳環 它就好像一些日本的線 那樣的 這對也是比較有造型的 一些耳環 我自己應該都會少戴一些 但是如果是有些重要的場合 或者是拍合作相片的時候 這些耳環往往都起到一個很好的親戴作用 如果大家喜歡拍靚相片的話 這個耳環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 除此之外 其實我也收了兩個耳扣 兩個都是金色的 一個就是這樣擺在耳骨位 另外一個就是這樣擺在耳珠位 現在這一輪都很流行戴這些耳扣 所以我收到這個也是超級開心的 因為整個造型感立刻在這裡 而且戴得了也不會覺得痛 因為它是掛在耳朵上 挺喜歡的 唯一一件事 就真的不太好 就是因為你戴了這個之後 你是戴不了耳機的 大家如果喜歡Lion Mango的手飾 就記得留心了 剛剛跟大家說過 我會抽兩對耳環出來 一對是大深深耳環 一對就是我很喜歡的垂吊耳環 參加的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你需要訂閱這個頻道 追蹤我的Instagram 以及Lion Mango的Instagram 在留言位置跟我分享 你想在我頻道裡面看到什麼影片 隨便打幾句就可以了 然後我就會在影片出了那天 兩個禮拜之後 就會公布得獎者 就是這樣 快點去參加 第二個要和大家分享的品牌 就是一個香港品牌 它的名字就是這個 我都不會讀 Google Translate給大家聽 因為我真的讀不到 各位見諒 這個品牌也是剛剛才認識 我才發現原來 它是IG這麼多的追蹤 都有幾多人 都有留意這個品牌 這次他們送了四個產品給我 首先第一條就是這一條 珍珠連綿 質地是比較特別的 它不是扣的 它是一個彈性的 我想它是魚絲 挺特別的 這個設計 在其他地方都沒有看過的設計 還有它的珍珠 感覺都挺女性的 所以我就選了它 有個比較無奈的 點就是 因為我的手圍比較小 對於我來說 真的比較鬆一點 如果它可以調校長度就好了 這個有點可惜 但是如果你手圍不像我這麼小的人 我絕對建議大家入手這一款 超美的 鏡鏈部分 其實我不試給大家 我放一張圖 我之前也拍了這些照片 它是一個極簡約的鏡鏈 因為我也有很多耳環 打算入手一下鏡鏈 非常簡約的設計 有一條銀 再加一顆黑色的珠珠 我覺得這個比較偏向白搭的感覺 尤其是夏天的時候 它很多時候只想穿一件白T恤 一條牛仔褲就出街 你需要一點點綴 這些鏡鏈真的非常幫到手 戴一條就完成 出門口 然後就是這條雙層銀色的鏡鏈 這一條就是一個比較中性的粉飾 因為我也是想到夏天沒有什麼飾物可以戴 又或者爛得襯衣服的時候 這些比較有重量感的飾物 真的非常適合 貼牛仔褲又或者襯襯衣服 這些鏡鏈都是非常幫到手 你看到它是大小不一的鎖鏈 所以我覺得不會有帶了防盜鏈出街的感覺 另外還有一條 本身我選了 但那個太熱了 沒有貨 就是這一條 那是一個非常優雅的款式 我自己也很喜歡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買飾物的話 也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款式真的蠻漂亮的 Equity裡面選擇的最後一款 就是一個金色的戒指 上面有黑色的 不知道是不是叫浩石呢 這個款式非常不像我平常會選的款式 又是偏向忠誠一點的款式 我自己就覺得優雅的款式已經非常多了 偶爾也會想走型格一點的路線 我覺得這個款式忠誠得來也蠻簡約的 所以就選了它回來 我是超級滿意這個款式 首先它這個是一個可調節的款式 對於我的手指來說是剛剛好 可能不太喜歡優雅的款式的話 這個也可能是你的選擇 那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較優雅的 簡約和中性的手飾之外 就跟大家分享一些比較誇張一點 有一點悶味的手飾 就是來自一個IG的笑點 超級滿意的 如果有什麼派對、夏天、相關的關鍵字的話 我真的會第一時間想到這對耳環 超級Hawaii的感覺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它 它是一個很夏天、很開心的感覺 除了有剛剛那對外 還有這對花花耳環 這對花花耳環因為白色 雖然它比較誇張一點的款式 但是也不會搭不上衣服 漂亮得來是會比較有少女感的耳環 好!然後呢 Maii的一個品牌 就想跟大家介紹這個 Mac Marron 是非常突然的尺寸 我自己也比較少戴這個戒指 因為它的石頭真的很閃 OMG 因為我自己平時也不是經常戴戒指的人 所以我真的比較少戴這麼閃的戒指出外 免得引起其他人誤會 所以這對比較少戴的 但是我覺得小手式來說 它的閃度 又或者它的質素來說 都是特別高的 所以我也蠻喜歡這個牌子 然後來到最後 你猜不到的一個牌子 迪士尼 迪士尼我都有賣手飾 好瘋 迪士尼的手飾又便宜 作為一個小之類 我只選便宜的來買 這個要分享的 也是那時候很流行的 99元有三個優惠 這是米奇頭的頸鏈 像說石頭是沙洛士奇的 款式是普普 但是整體來說 99元有三條來說 你不可以預期什麼 去迪士尼的話 我都會戴這條鏈 最後壓軸的耳環 當然也是我戴了這麼久 真的很喜歡的一隻耳環 它是米奇頭 一朵花花和一片葉的造型 一粒不會條條的 非常適合現在經常戴口罩的環境 看上去也不是非常迪士尼的款式 所以軟體來說 也是一個非常優雅和成熟的選擇 我自己覺得這個 真是 靚靚靚靚靚靚 今天這條片來到這裡 我都真是久違地分享了很多很多不同的食物 希望大家都有看對的東西 各位就記得參加 Giveaway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 記得給我Like我 FollowIG和Facebook Subscribe我的頻道 開啟鈴鈴 我的後來的影片最近 飲養